他吃面包要提前准备两包纸巾 因为他一吃东西就会流泪 怕大家不信 他直接吃起了热狗 一口下肚 果然眼泪刷刷的下来了 就跟演戏一样 而且越好吃流得越多 吃米饭不会流泪 吃炸鸡就会流 这都成了一种指标 公司聚餐都会让他先吃 根据流泪情况判断食物是否美味 更奇葩的是 小哥吃东西只有左眼会流泪 而伤心想哭的时候 就换成了右眼流泪 两只眼睛分工明确 你就说神不神奇吧 据他妈妈说 有同时流泪的情况 如果有的话 那就是一边在伤心 一边在吃东西 两只眼睛就都会流泪了 反正医院也去了 都没发现什么问题 医生认为是属于神经类的问题 接着在他眼睛上贴了两张试纸 再让他吃下两块糖果 紧接着试纸就湿了 试纸显示他眼睛流出来的 其实是口水 医生说这是一种叫做 鳄鱼眼泪的疾病 是由于面神经麻痹 唾液神经和肋线交织在了一起 确切地说 眼睛流出来的应该是口水 但对健康没太大影响 可以不用管他 只是有点恶心而已 小哥本人觉得这还挺好的 可以成为聚会的谈资 供大家疑乐也不错